走進電影院 影廳椅子 一個 兩個 三個 怎麼去靠著牆壁 單人 單座 民眾看到這座位 風塌式 極度邊緣座 因為這樣騎得自己太 就是單身狗的樣子 而且倒是情侶去 按理去就覺得很奇怪 就很尷尬啊 不會 因為這樣反而 不會被其他人干擾 因為有時候旁邊的人 會一直動或是很吵 這單人座就出現在 台中一家影廳 獨立座位整場只有五個 比較一下和一般座位 它像是被孤立在旁邊了 不過卻不用顧及旁邊的民眾 還能獨享兩個飲料座 再拿來和情人座相比 一個寬敞能讓情侶年踢踢 一個是與世無爭 不受旁人打擾 比較會想要坐在哪裡 中後吧 就是差不多中間那個位置 不會比較偏靠走道 單人座引起話題 就因為情人節來臨 往年也有網友 號召買單數座位 想要隔開情侶 卻被引成破解 跳號定位 避免情侶遭破壞 但引成座位選到哪 其實也反映你的心理狀態了 像是坐最後方 是想要安全感 心理學上比較理性 坐左右兩旁 代表你需要的是自己的空間 既然有感覺的地方 情人節商家總推雙人優惠 但根據調查 單身商機一年可是高達6000億了 怎麼搶 信用卡公司推優惠 像是台新 六大引成 單一票就有66折 特定引成最低 還能190元買到 花期也有單張票優惠 大眾銀行乾脆鎖定 宅在家的人 特定網購店家 現金優惠 情人節要搶商機 有人供單身 有人搶情侶財 引成座位單人的 僅靠的沙發寬敞的 就要抓緊這一年一度的商機 賺一筆 就還在林茂章 台中報道